巴黎奧運男子四百公尺決賽上演瘋狂超車秀 美國好手霍爾終點前直線加速成功超車對手摘下金牌 他開心高舉球鞋慶祝 不過遭逆轉的英國好手哈德森史密斯 賽後一臉錯愕完全笑不出來 因為在這場比賽中哈德森史密斯不止一路領先 最終取勝的霍爾起跑時還疑似慢了一步 賽後記者會上忍不住標粗口 對手發言哈德森史密斯還開始低頭吃麵 終點前遭逆轉心情似乎大受影響 今年29歲的哈德森史密斯是英國短跑選手 2016年出戰里悅奧運跑出四秒六億的成績拿下第八名 這次雖然跑出四三秒四四打破歐洲記錄 無奈還是無緣金牌 而26歲的霍爾過去從未參加奧運 兩年前才從四百公尺跨欄轉戰四百公尺賽跑 這次跑出四三秒四零是史上第四塊 為自己摘金也是美國睽違十六年 再度在男子四百公尺賽跑中拿到金牌 為自己也為國家隊圓了金牌夢 TVBS大運動家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all in